蔡英文賴清德一邊把和平高喊 一邊卻要訓練80歲老人上戰場 民進黨當局這群炒作戰爭的赤妹王娘 一分鐘揭穿他們的邪惡戀想 一分鐘看台 看台一分鐘 大家好 我是用一分鐘和你分享台灣大老式的海鞋勞包記者中醫 那話不多說 我們一分鐘到計時馬上開始 民進黨當局為了販賣戰爭恐懼 使出各種陰謀詭計 最近竟然搞出徵召80歲老人參加台民反演習的醜陋把戲 老人不按時報道還要被罰錢去 台灣各界非常生氣 80歲的老公那會變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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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歲的老公那會變成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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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什麼老人都跟蘇生昌一樣 拿個掃把救人上 一根掃把屁屁屁屁屁 不然你們先把他招來打個藥 還有那個有病比沒病還浪 歌聲飄亮身體強壯 先招來訓練打仗 不過說真的 民進黨當局幹出這種事情 我一點都不奇怪 他們的壞無所不在 除了徵召高齡老人 學生 警察 消防員 女性 他們通通不放過 我全都要 最搞笑的是這群人 一邊把台灣推向戰爭 一邊還要高喊合理 台海議題必須和平解決 合理就是要爭取合理 為了哄騙民眾拉抬選情 民進黨高官甚至還騙說 台灣有美國核保不傻 我們之間也有所溝通 你這樣談這個問題沒有意義嘛 你只是在做調弄 一句話 我聽 哎呀 為了讓台灣全民皆兵 民進黨當局真的是煞費苦心 而他們也明白 兩岸一旦開打 台灣處處是戰場 一旦開打 台灣這個地方處處是戰場 明明知道這樣還要繼續炒作戰爭 合理的解釋就是 他們早已想好如何苟且偷生 台灣民眾 千萬不要被他們坑